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很好 叫不要冷漠要幽默 我一直准备批判一下 社会上这些冷漠的现象 然后上台前导演跟我说 今天我们主题是幽默 去你的吧 我就说冷漠 没办法了 去 半决赛了 我觉得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越来越冷漠了 我特别怀念 小时候有一项经典的娱乐活动 叫做串门 对 这个活动的大城市 已经基本绝技了 我觉得我们早晚 去要申请一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的 小时候我是住在一个大院里的 就一个大院有几百户人 我当时觉得很神奇 好像所有人认识所有人 都是好朋友 串门就讲究一个出其不易 就出门之前 我都没有想好去谁家 从来没有提前打电话 全家直接冲到别人家里边去 吃饭了吗 老张 老张你在这呢 对 就整个上世纪90年代 虽然我家不是很富裕 但是精神世界一直很充实 对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种惊喜中 当时每天吃完晚饭 我们就出门 我怀疑我爸妈 可能就是为了省电 一定要抢在别人 来我们家之前 赶到他们家 你知道最尴尬的是什么吗 两家在路中央碰上了 哎呀 你去哪儿 哎呀 我去你家 哎呀 我也去你家 就尬聊十分钟 两家一起决定去第三家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很欢迎 别人来自己家串门的 主人很热情的 你想一下小时候 主人是怎么表达自己的热情 很简单 就是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 都拿出来招待客人 哎 家里不是还有饺子吗 拿出来拿着给客人尝一尝 但是其实大家都已经吃过晚饭了 所以最常见的情况 就是所有大人 围着我 看着我端着一碗饺子吃 你看他吃的多香 你看 这韭菜鸡蛋呢 哎呀 闻着就香 香你倒是自己吃啊 后来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爸妈串门 一定要带着小孩一起去 你们听说过酒桌上 有劝酒挡酒的 我就是去给他们挡饭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一端上来 哎呀 我吃过了 我吃过了 给我儿子吃 给我儿子吃 胖胖 来 正长身体呢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特别能吃 来 胖胖 替爸爸 走一个 你别管傻吃啊 敬你张叔叔一碗 不用不用不用 谁没吃过饭 谁没有儿子 来 替爸爸走一个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人生的第一次battle 是因为一碗饺子 我觉得当时的场面 可能就跟斗鸡一样 就吃到最后 我是实在不行了 我就看着我爸 我说 爸 我今天 已经到位了 这饺子 好饺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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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 没事 我没事 我没饱 我就是吃得太快了 饺子上头 没事 没事 不是 不是 我吃不下了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白菜馅跟韭菜馅 它就不能混着吃 深水炸弹 事儿太大 就第二天起来 我特别难受 我就感觉像失忆了 我说咋了 我怎么什么都记不住了 我一抬头 我爸爸在用慈祥而戏谑的眼神 看着我 他说 你没事 龚波 你没事 你昨天就是吃太多了 吃饺子撑的 撑断片了 对 但是告诉大家 吃饺子可以长大高个儿 这个小窍门 送给斯文跟王免 其实 串门就是去聊天嘛 其实是很随意的活动 但是有时候 大人说的事情 他是不愿意让小孩知道的 对吧 你听说了吗 301的老羊子闹离婚了 太刺激了 你别听 你别听 小孩你听这干嘛 去找你哥哥玩去 对 他就让我去找我哥哥玩 大人觉得随便两个小孩 就能玩到一起 但是那会儿 我六岁 那个哥哥十二岁 他年龄是我的一辈啊 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我们不会跟一个 三十岁的人说 去找你六十岁 那个你大爷玩去 你们肯定有共同语言 你们肯定能聊到一块 就最后我跟我那个哥哥 只能尴尬地坐在那 谁也不说话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 哥哥 你听说了吗 那个 301的杨阿姨 他们要闹离婚了 谢谢大家 彭博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真的是 真的你们来看节目 你们放轻松一点好不好 不要像带着什么任务一样 我就那个观众 哇 我一定要找个时间插一句 哇 给我一个机会 我的天 刚刚这儿是不是有六个 苏醒的粉丝 对 对 这儿为什么还有一个 你为什么没有跟他们坐在一起 掉队了 你们是走散的葫芦娃是吗 对对 六娃 我发现一个问题 国长好 你的粉丝比苏醒还多 可以 今天我们讲这个焦虑的事情 我想聊一聊我自己的故事 就我不是一个职业的脱口秀演员 就我白天还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我是一个程序员 对 你们看不出来吗 你们是不是觉得 程序员就应该长成韦若晨那个样子 我觉得大家不应该以貌取人 真的 就虽然我长成这样 但是我还是可以从事一点高智商的工作 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 就是网上对程序员好像 有很多奇怪的印象 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很奇怪的东西 什么写C++的 瞧不起写渣瓦的 用机械键盘的瞧不起用薄膜键盘 我说其实我们内部啊 有很严格的这个等级划分 就从下往上 讨论键盘的 讨论语言的 讨论技术的 有女朋友的 女朋友是程序员的 和女朋友讨论技术 讨论语言 讨论键盘的 被女程序员抛弃的 只能含泪讨讨论键盘 当然我不在这些分类里边 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嘛 但是 我是真的处于程序员最底层的 真正的底层程序员 因为我老婆是一个产品经理 就是 不用傲了 我知道你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真的 我先解释一下 产品经理这个物种 真的是程序员的天敌 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分工是这样的 就是产品经理负责 定义整个东西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些细节 然后程序员来负责具体的实现 其实这两者的关系 本来就是很紧密的 像两口子一样是吧 就相依为命 谁也离不开谁 谁离开谁谁都过不下去 但是 真的就像夫妻一样 哇 隔一段时间就有几天想掐死对方 我老婆就是一个典型的产品经理 尤其是我开车的时候 感受特别明显 我发现你们女生 坐上副驾驶那个位子上 你们身份马上就变了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老婆女朋友 我就是你的驾校教练 我老婆坐在那就是 往前对 开 开 对一直开 直 沿着路走 直走直走 对开 开 别紧张 开开开 放轻松 不是老婆 咱们在一个桥上 我不往前开 我往上开啊 过了一会儿 她说哎呀 前面车这么慢 你跟着她干嘛 你跟着她去 你回她家呀 你抄她呀 你看人家的进度 人家开多快 不是变道 你打灯啊 你打灯 你注意一点 这个交互的逻辑好不好 你打灯 是吧 她让你变道 这叫三次握手 是吧 你考虑一下 用户的反馈 不是 不是你就别指挥了 行不行 你别说 咱们围着这个商场 可转了三圈了 咱们就找不着 这个停车库在哪儿啊 怎么办 到底 那要不 咱们再回第一条路看看呗 就不行 就用第一版 我觉得第一版 那个设计还挺好的 我观察了一下 现场观众 你们可能没有这个体验啊 就是对于开车的人来说 一天里边 可能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 就是你到家之后 把车停好 然后熄火 然后静静地坐在车里 发呆的那几分钟 真的 而且你不是一个人 就是你会发现 车库里边 几乎每辆车上 都坐着一个 根本不愿意上楼回家的人 就像是一群 离家出走的中年人 举行了一场沉默的聚会 真的 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 先打开车门 然后回家了 大家都会用同情 和怜悯的眼神看着他 为他亮起双闪 就是有时候时间长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帮人 彼此还熟悉了 有的时候旁边大哥 还会跟我搭话聊天 他把那个窗户一摁 还没回家呢啊 待会儿 待一会儿 待一会儿 你这才结婚几年 你就不回家了 结婚多长时间了 快快三年了吧 三年你就待这么长时间 你看看我们旁边这个 我们这都是结婚 十好几年才这样呢 不是你说你这以后可咋办呢 你将来的日子可还长着呢 你不能以后就这样了吧 小狗子 我跟你说 年轻人 不能沉迷车库 车库会麻痹你的神经的 车库一时爽 回家没床躺 不是 不是 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这么严重 你说这么严重 怎么没有 你看那边 那儿有辆车 全是灰那辆 你看 不是那车怎么了 那车 你看 这不晚上七点了吗 你等着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外面小哥 骑着一辆电动车 风驰电车地冲入了地下车库 敲了敲 那个全是灰的车窗 然后车里的人把玻璃摇下来 对 然后拿过外卖 又递出去一包垃圾 再把车窗户摇上去 全球没有听到他说一句话 只看到这个人的头发很白 看见没有 什么叫前辈 这就叫金婚 我知道 我知道 打开车门这个动作 真的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一个动作 你打开车门的时候 就好像打开了一扇 装满了很多东西的柜子 生活里边所有烦人的事情 就劈头盖脸地砸在你身上 但是我觉得 当你打开家门的时候 你还是会带着微笑 说一声我回来了 我相信每个人最后 都会勇敢地打开车门 然后放下焦虑 微笑地面对人生 因为我们 都是生活的老司机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方波 观众一个不同的视角 去看待这个世界 大家好 我是方波 我觉得今天 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 叫 以爱的名义绑架你 我觉得被绑架这件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 对吧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小时候长得高 长得快 我爸妈也总觉得 我吃不饱 你知道吗 我觉得爸妈都是觉得 自己孩子太瘦了 太瘦了 有人 你们现场有人 爸妈说你们胖吗 那你是真胖呀 真的 我现在 我在我爸妈的印象里 我的饭量 一直停留在15岁 那个巅峰的水平 真的 我现在回家 我不敢让我妈帮我盛饭 母亲盛饭有一个绝技 你们知道吗 叫压一压 就是一个碗 能压进去三碗饭 手工压缩饼干 我跟你说 我妈乘的那个饭 乘好之后 表面水泥没过一样 密不透风 你们吃过DQ的冰激凌吗 就翻过来 根本逗不出来 你知道吗 但是说这么些 这是 其实家长啊 长辈都是因为 爱我们才会这样 对吧 也不是说他们不好 但是有些家长 因为爱他们自己的孩子 就要来绑架我们 我觉得这样不太对 你比如说地铁上 大家都坐地铁 上面本来人就挺多的 但有些小朋友 还不好好站着 就用一句歌词形容 就是旋转 跳跃 还闭着眼 而且我上次去看电影也是 我说我看个敦克尔克 一个小朋友在后边 咣咣踹到我的椅背 一个2D电影 活活给我踢成4D的 这种事情真的是 家长的责任 对吧 你说并不是所有电影 都适合孩子看 一个敦克尔克 你带孩子来看啥 欣赏英吉利海峡的 自然风光吗 本来片子就已经很压抑了 整个影院鸦雀无声 就听见我后边的小孩 咔咔 吃爆米花 喝可乐 我觉得就这样 他家长可能还挺开心的 是吧 你看我们家孩子 胃口多好 是一般缺心眼 胃口多好 我跟你说 我甚至有一个 很阴暗的想法 真的 我知道这样不对 但是我甚至希望 就是迪士尼 最好都不要有小朋友 真的 我知道这样不对 但是我真的感觉 迪士尼是吧 这么单纯 天真 充满同趣的地方 为什么要有儿童 是吧 小朋友的世界 本来就是粉色的嘛 就很多美好的东西 他们不用去游乐场 就已经很开心了 游乐场嘛 就留给那些压抑的中年人 是吧 少刚老师 对吧 熊孩子真的挺吓人的 你们有没有亲身的经历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 我前一阵子 坐高铁去北京 就是这一趟车坐下来 我觉得 高铁的政策 真的应该人性化一点 真的 就如果有一个乘客 他坐在中间 左边 右边 都是六到十二岁的儿童 我们就应该允许 中间这个乘客抽烟 就防止他做出什么 更过激的行为 我当时就坐在这么一个位子上 但是我没有这么惨 我左边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右边是他的爸爸 当时我还跟他商量 我说 要不咱们调换一下吧 是吧 你们爷儿俩挨在一起 他说 我没有你们反应的这么快 我当时没有从这个意味深长的拒绝中 听出什么异样来 我跟你们说 这个小男孩一路啊 再歌再舞嘟嘟囔囔 不停地越过我 问他爸爸问题 他爸爸还不理他 多么残忍的父亲 是吧 哎呀 爸爸 爸爸 咱们去哪啊 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咱们为什么不坐飞机呀 是不是因为没钱呀 我当时觉得 我做的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叫高铁 就是超市门口那个头一块钱 能摇十分钟的摇摇车 我一口气是做了五百多块钱的 我跟你说 我听了五个多小时 听了五个小时之后 我就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中国呀 有嘻哈 谢谢大家 我尝尝 大家好 我是庞博 下天 谁在喊帅呀 对 没有什么眼光 看我们节目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题目非常好啊 对不起 我不是第一名 你们是不是针对李一同 对不对 你们为什么起这么一个题目 如果今天我们请了拒敬一 你们打算起什么题目 对吧 对不起 我才是第一名 当然我们节目也请不起拒敬一 对吧 但是我们请过黄婷婷 土造大会是吧 也坐在池子的旁边 李一同 你今天坐在黄婷婷这个位子上 我保证你明年 稳稳的也是第三名 我觉得很多人的心态都不太好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去争一个第一 就特别的着急 我觉得现在最着急的 就是我们的父母 真的 我结婚以后啊 我结婚两年多了 我结婚之后 我父母也会问我 就是什么时候要孩子 他们也想催我要孩子 就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暗示我 就第一步就是 把他们微信里的 中老年表情包 全都换成了小朋友 一个小宝宝 胖得跟什么一样 无关都挤在一起了 举着一个奶瓶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真的 我现在都挺害怕 跟我父母出去逛街的 你知道吗 他们看到什么 婴幼儿用品 童装 就走不动路了 你知道吗 拿起一个衣服 你看这个小衣服 你看这小衣服 多好看 多可爱 是吧 我看这小衣服 我自己都像生二胎 你看这小鞋 小鞋都好玩 这么小 这小鞋 你说这个小鞋 穿着是不是有一种 穿小鞋的感觉 你们说透过秀的 是不是就爱这么聊天 真的真的特别吓人 而且我觉得 女生在这个问题上 面临的压力 可能会更大一些 是吗 就是我觉得一个女生 很多时候 就是如果你已经25岁了 但还没有嫁人 哇 这个问题 简直比你15岁就嫁人了 还要严重 真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这样 他觉得 他25岁生日一过 在他爸妈眼里 这个人 完了 哇 他说他现在 跟他的父母聊天 就像被审讯一样 真的就是 把烟一拧 台灯一掰 过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说你呢 怎么回事 还没说呢 什么时候找对象 什么时候找对象 我说你 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力 你还年轻 现在还有机会 早点改造 早点重新做人嘛 还原行榜 真的不好说 现在很难啊 这个榜 方法上其实没有那么变化 但是创作态度上 会有一些改变 就是觉得你应该讲一些 你自己真正相信 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走得更深一些 当时的情绪 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把它还原出来 这样 黄波最擅长的 就是后来居上 强势反弱 他不得报给你 我一直都抢不起他 我觉得这季冠 还是他 让我们邀请大王 大家好 我是庞博 两期没上了 观众朋友们 想死你们啦 但是看到这些 被我淘汰的选手 还是很开心 哇 挺不错挺不错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 是人设 其实从小 我一直都在扮演一个人设 就是一个乖孩子 我从小就听话 老是从来都不愿意 辜负别人的期望 不论什么事 不管我自己想不想做 只要别人觉得我能做好 我就一定要做到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初中的时候 还去跳过健美操 你说本来我一个初中 小男孩对吧 我正是荷尔蒙跟武力值 迅速提升的年纪 我怎么可能从事健美操 这么娘炮的运动 但是体育老师来班里一看 说你这个小孩 你个儿高腿长 一看你就是跳健美操的天才 是吧 振兴咱们学校健美操 就靠你了 赶紧来 没你不行 我当时已经热血沸腾 有道理呀 不靠我靠谁呢 对吧 我当时直接扔掉 手里的篮球 跟教练说 教练我要跳健美操 有人跳过健美操吗 是不会有人承认的 不会有人承认 跳健美操是有 很专业的服装的 你们知道吗 就不要猜了 没跳过 真的不要猜了 就是那种 女生的连体泳衣 你们见过吗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男生穿的是平角的 所以我初二的时候 我就已经学会了熟练地 调整我的肩带 而且那段时间 为了振兴我们母校的 健美操事业 我每天训练特别刻苦 我这段时间 我肩膀上甚至勒出两条印子 我的哥们见到我之后 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简单 话也不说了 直接 然后我只好红着脸跑开 关键 等到比赛那一天 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 别的学校都是穿校服的 其他学校的同学还很诧异 这个学校 都是女生吗 然后后来我们就拿了冠军 全市的健美操比赛冠军 没有什么悬念对吧 练习勤奋 服装专业 何况还有一个健美操天才 但是当时 当时的我 我还没有意识到 拿了这个冠军 就意味着 我已经被定在了历史的荣誉柱上 就因为我们拿了冠军 回学校之后 学校还让我们给学校的篮球队当拉拉队 就是一到暂停啊 中场休息啊什么 我就冲上去 看着那些还没有我高的篮球运动员 然后很开心地在那跳 你知道 最诧异的 就是对面的篮球队 他们看到我就 这个人 是他们篮球队一个什么 秘密武器吗 不是 他为什么一直隐藏在拉拉队里 不是 教练 我们要不要就保存一些体力 因为万一他们下半场把这个人换上来 你看他体力很充沛 而且他柔韧性好像很好 所以这件事情 就跳检比操这件事 一直都困扰着我 一直都困扰着我 跟随了我很多年 就直到今年早一点的时候 我去拜访我们节目的客户 就是我们老孙长九 然后我们当时就边喝边聊嘛 也很符合他们的企业文化 加上客户的代表跟我是老乡 所以整个过程我们聊得特别顺畅 但是就是整个过程中啊 他的眼神很复杂 就又好奇 但又好像又看穿了什么 最后我们业务都聊到位了 然后酒也喝到位了 客户跟我说 彭博 我们老村长九 讲究的就是真实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也要像老村长九一样 真摘实料地回答我好不好 我说可以啊 你是客户 你不用这样 你直接问就可以了 你不用找这么多理由 真的 他说好 咱俩原来 是不是见过 我说我是八中的 咱俩老乡 那咱俩会不会是校友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四中的 我是四中的 你是八中二四的吧 我去你们学校 打过一场篮球带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你当时表现特别好 你是那个秘密武器 对不对 然后他问了一个 让我特别生气的问题 他说你现在 你还兼职那个 那个技能啊 秘密武器 我当时久一下就醒了 很生气 对吧 我说你就算是客户 你也不能问这么直接的问题 而且咱们今天是 为了谈节目的赞助 是一个很正经的商业谈判 你说我 难道我西装衬 衣我里边一拉开 还是我那个专业扶着 我穿成那样 我那么有病吗 我怎么可能穿成那样 对不对 你说 你说 咱们今天 咱们今天 来给透口球大会 谈这个赞助 我穿成这样 我跟你谈 有什么意义 有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 老村长酒 真材实料 硬喝低调 要喝就喝 老村长酒 喜剧变了 喜剧变了 不是当年透口球的 你不知道 两期不见了 很想念大家 有些过激举动 也是可以理解的 没人记得 我开头说什么了 确实就是这样 我一直都是一个 乖孩子 听话 老师 不想辜负别人的期待 老师跟我说 你能跳剑柄操 我就去跳 大人跟我说 你要好好学习 我就考了一个 很好的大学 说透口球也是 别人都说 彭彭你肯定没问题 我也觉得自己 肯定没问题 他说你把这个logo贴身上 肯定没问题 我说啊 好吧 但是前两期 一下就给我干懵了 就是前两期 我全都被淘汰了 你们可能知道啊 我之前是 都有大王 这个好笑的人设 崩没崩 我其实不知道 但我反正心态 已经彻底崩了 前两期被淘汰之后呢 我回到家 就洗了把脸 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你懂透口秀吗 不 你不懂 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 其实人设崩了之后啊 我还挺轻松的 毕竟一直保持人设啊 是一件特别特别累的事 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过去的两年里 自从我上次拿了冠军之后 我们公司就开始 有一个都市传说 说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庞博揭不住的梗 甚至有时候 老板在群里 想展现一下幽默 又没有成功的时候 还会专门 at我 庞博出来揭一下 我有的时候 走到电梯那边去揭了他 发现那里没有人 你们知道这个东西过分到什么程度吗 最过分的一个梗是这样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说 如果我们今天发现 有一个人要跳楼 没有关系 只要这个人跳楼的时候 讲出一个梗 磅礴就能在地面上 稳稳地接住他 就这种破断子 其实我原来根本不好意思讲 但是反正现在 我走 因为我人设已经崩了 对吧 讲破梗特别爽 我发现 而且其实人设崩了之后 我发现 有很多之前我不敢做的事 我现在都可以去做了 我现在特别开心 我今天录完节目 回去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我的微博上发自拍 我知道雨晨老师心里在想 他们在说 哇 什么 就是很多朋友知道 我的微博是从来没有图片的 我发的都是段子 都是那些看似灵光乍现 实际上是我绞尽脑汁写出来的段子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定要好笑 我是大王 我一定要好笑 我从来都不敢发自拍 因为我知道我不像李淡 我的自拍一点都不好笑 我知道 一旦我开始发自拍 我的这些同行都要开始嘀咕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人创作力枯竭了 他的艺术生命走到尽头了 完了完了 但现在我无所谓了 反正人设已经崩了嘛 以后我要尽情地发自拍 想去哪拍就去哪拍 因为我觉得 人设这个东西啊 既然存在 就是用来打破的嘛 因为别人眼中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根本都不重要 就像我现在一样 虽然我已经失去了那个 可以随时随地都逗人开心的人设 但是我也获得了 可以不用随时随地都逗人开心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庞博 谢谢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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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庞博 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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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今天是有主题的 聊这个生活的甲方 我发现现代人 很多人都觉得 特别羡慕大熊猫的生活 觉得大熊猫就是生活的甲方 每天吃饭 睡觉 工作内容就是卖萌 跟余老师差不多 是吧 但其实大熊猫的这个工作 特别不容易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动物园 我发现 整个动物园压力最大的 就是大熊猫 我去那个动物园 只有一只大熊猫 外边有七八十个游客 围着它在那看 你们谁上班的时候 能有七八十个领导同事 在后边盯着你的屏幕 我觉得这个竹子 吃得有问题吧 特别难受 我都挤不进去 全是人 我只能在那看一个 大熊猫的简介 上面写的是 每只成年大熊猫 每天要吃 三十公斤左右的竹子 我当时看着这个 我说 这是它的 KPI吗 你知道那个熊猫 吃着吃着就停了 你知道 他就这样眼神涣散地看着我们 然后看了一会儿就继续吃 我就感觉他想的是 哎呀 吃吧 还有二十多公斤呢 得吃啊 不能饿着 不胖我就不萌了 你们知道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觉得它完全就只把这个 当作一份普通的工作 没有动物把这个当作一份事业 你们明白事业跟工作的区别吧 就是这些动物在动物园里 完全没有什么职业理想 你去问大熊猫 哎 为什么一直就在这卖萌呢 他说你说你说 我就这样 这样我不卖萌我还干点啥呢 是 我们就足足蹦蹦就都干这个 老人跟我说稳定 你看 爷爷 看不出来吧 今年六十了 还是这么萌 越老越萌 我们这个品种就是老萌了 是这样给我给它改的吗 真的是这样 动物园里的猛兽 就完全没有猛兽的样子 你去问狮子是吧 狮子你现在还想做百兽之王吗 你不要问我 什么百兽之王 你去问老虎 你去问老虎 那我只想下班 整个动物园最没有狼性的动物 就是狼 我走到那个狼圈 我看到那些狼 七零八落地躺在那个地上 我就说这是谁不要的狼 就扔在这儿了嘛 就是那个饲养员 进去打扫卫生 就完全也不尊重狼 在食物链里的位置 是吧 就这样走进去嘛 踩到狼也不道歉 就把这个狼尾巴这样掀起来 扫一扫这边 把狼放回去 扫扫这边 把这边狼搬过来 放在这边 扫完这边 再把狼搬回来 拿一个扫帚 推着那些狼的地上 到处走 给那狼弄了一身灰 我都觉得 是不是没有游客的时候 那个饲养员就这样 拿着狼这样扔着玩 我那天在动物园 逛了一整天 逛了整整一天 我看到的最有活力 最积极的一只动物 就是它们扔进去 喂狼的一只鸡 那只鸡刚刚被扔进去的时候 但是没有狼睁眼看它 没有狼睁眼 所有狼都躺在这 什么东西 鸡 新邮件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只有一只狼 这样睁开一只眼睛 看了它一眼 然后那个鸡 但是狼很快就把眼睛闭上 然后继续躺着 感觉是点了一下 鸡右上角的一个叉 放一放放一放 不着急 今天这才礼拜一 没事没事 这个礼拜还有好多鸡呢 你才是礼拜一的鸡 我们礼拜五 集中加班吃一下就完了 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 特别消极 懒散 完全没有活力 我想了很久 为什么 我觉得动物园就应该引入一些 我们人类社会的做法 是吧 比如说像互联网行业的那种模式 就告诉那些懒散的狼 你们到了35岁 是要被开除的 然后我们去野外 再招聘一些刚毕业回来的狼 因为年轻的狼 更有狼性 要的更少 而且他们更傻 他们还相信 只要我在这个动物园好好干 将来我买车买房买羊 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引入一些 比如末位淘汰制 对吧 我们就告诉所有的孔雀 你们要注意 从今天开始 给我拿出球偶的镜头来 玩命地开屏 去吸引游客 每周吸引游客最少的那一只 我就把它丢到狼圈里去 当然如果你活着走出来 我就开除那批狼 而且 是不是动物园晚上六点关门 也太早了一点 人类社会已经九九六了 我们应该不应该两班倒吗 不是正好有夜行动物吗 晚上都出来上班啊 我觉得我们 就是做这个工作是吧 你要想到客户的前面去 用户没有需求 你就主动创造需求 我们动物不努力 人类自己能意识到自己 半夜想逛动物园吗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跟我在小时候 在动物世界 人与自然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在动物世界里 看到的猴子 特别开心 就是在树上 荡来荡去自由自在 抓一个水果吃 然后自由自在荡来 就让哗被老鹰抓走 哗被老鹰抓走 就完美的一生 你知道吗 这是特别理想的 一个人生轨迹 就是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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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死掉 但是动物园里的猴子 就完全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我在整个动物园 看到的最消极 最懒散 最没有活力的动物 就是一只大猩猩 它全程 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玻璃外面 看了它十几分钟 它可能发现我看它了 然后它就 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你看到一个动物这样 太难受了 我怎么能这么消极 我就想了很久 我怎么样能鼓励它一下 我想了很久 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我掏出手机 给它播了一个电影 叫星球崛起 我说你看 震作起来 还是有希望的 你看人家外面的星星 已经战胜人类统治地球了 加油 你可以的 我跟你说 我呢 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平时啊 我就是给大家讲故事 而今天看到的这些故事呢 我有机会 也会讲给很多人听 到时候 他们就会像我看你一样 看着我 你还不是个星星呢 谢谢大家 我是方波 有了他们的观众朋友们 最后三秒 三二一 锁票 这么快就锁了 很遗憾 无形 大家好 我是方波 哇 方便跟CY把杨丽吓成这样了 我的天 这个卖价离这么远 挺好的 今天的主题我们聊 爱一个人好难啊 刚刚就跟李诞说的一样 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 确实就是因为去年我 因为结婚 上热搜的那件事 你知道那个热搜叫什么 叫 磅礴为什么 英年造婚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个疑问句 我就点进去一看 有的微博还带个哭脸 有的还有发红蜡烛的 就感觉就是 这个人怎么 好团团的就 结婚了呢 我其实知道大家是开玩笑 就跟我闹着玩的 也是因为关注我 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觉得我这人还行嘛 那不能轻易嫁人 但是 但其实我觉得 就认真地说 我觉得反过来想 其实 这么一个热搜 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是挺不尊重我太太的 对吧 就是 你想我 我凭什么就不能结婚了呢 你们知道我 我太太 我老婆当时就 在家玩手机 玩着玩着 在热搜上 突然刷到自己 是什么感觉 给他高兴坏了 结婚当天都没这么开心 还看着我 哎呀 你为什么英年造婚 肯定是因为我呗 我 我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因为我原来一直就以为 比如只有偶像艺人 人家这种level的人结婚 才配得上 这种关注对吧 我当时真的 我甚至有那么一点点 理解了当年 陆寒公布恋情时的感受 我知道我不配 但我就是理解了 我觉得人家偶像艺人 是真的有资格说 爱一个人好男 这句话的 因为粉丝对偶像艺人 是有期待的嘛 我都能想象是吧 每天都会有粉丝啊 对着自己家里的一面镜子 闭着眼 哎呀 魔镜 魔镜 告诉我 陆寒将来会跟什么样的女孩 在一起呢 然后一睁眼 哎呀 你又答对了 魔镜真灵 但是结果突然有一天 魔镜没显灵 陆寒显灵了 告诉你 这个女孩是关小彤 让粉丝咋办 我觉得当时真的是 陆寒公布恋情的时候 粉丝真的苦 组团嚎嚎大苦 我还拍了很多那种痛哭流涕的视频 就我为什么这么清楚这件事呢 因为我当时在视频里 甚至还看到了我老婆 但是你反过来想 就比如说关小彤 他自己看到这么多粉丝 这么多这样的视频 他心里会怎么想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我老婆高兴多了 开玩笑 我就胡乱揣测 但我真心觉得 过去几年娱乐圈里 最勇敢的人 就是陆寒 陆寒在我心里 现在就是硬汉的代表 你想没有替身 不掉微雅 徒手工不恋情 就你一想这个事 你再一想什么 成龙跳楼 汤姆克鲁斯 扒飞机 跟陆寒一比 甚至显得有一点点软弱 我觉得 为什么 我就在想这件事 为什么粉丝这么敏感 为什么把偶像艺人的感情 跟婚姻看得这么重 我觉得就是因为 大家把婚姻情感这件事情 看得太神圣 看得太重了 我问过我老婆 她到底看上我啥了 她就说 就是因为咱俩 吃饭口味特别一致 我完全没有想到 根本不是贪图我的美色 我俩就是在 吃火锅的时候 决定结婚的 特别草率 那会我们在一起 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俩在吃饭 我就说 咱俩要不考虑结婚吧 你说这样 以后如果咱们在上海买房 她说好啊 我说就是 你要吃毛肚吗 我说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她说那这种小事 你烦不烦 你磨磨叽叽的 你考虑一下 咱们是吃黄猴 还是吃毛肚 那我说 要不就吃毛肚吧 她说 那还是吃黄猴吧 我说那咱们要不要 找个时间就去领证什么的 她说行啊 这礼拜五不正好是你生日吗 就正好那天去领呗 对了 你吃宽粉吗 我觉得结婚这件事 在我老婆看来 确实没有吃火锅 点什么菜重要 真的你想婚礼的时候 证婚人的那段词 其实是最不重要的 贫穷疾病健康富有 根本没有人在乎 OKOK Yes I do 对吧 就像装软件之前 点那个用户协议一样 同意同意 全都同意 但是吃火锅完全不一样 吃火锅完全不一样 服务员来问 今天两位无论是毛肚还是黄猴 同好还是香菜 两位都能一起吃吗 我老婆肯定等一下 不行不行 贫穷可以 疾病可以 但是香菜绝对不可以 就真的是后来 就那一周的那个周五的上午 我们就真的去领了那个结婚证 领完之后 我们就各自回自己公司上班了 同事还在问着说 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 我说没事就去结了个婚 同事说你这还挺不好意思 别问了 是不是二婚 后来下午的时候 我就问我老婆 说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你说毕竟今天结婚了 咱们是不是至少 给民政局一个面子 他说要不 哎呀 但是今天都挺忙呢 马上明天就周末了 周末再说吧 我说啊 真的不一起吃一个饭吗 至少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啊 他说好啊 晚上就一起去吃火锅吧 不过今天提前想好啊 到底是吃荒猴还是吃毛肚 谢谢大家 我是潘波 谢谢潘波 喜欢潘波的朋友 不要怕投票 最后三秒 喜欢陆寒的也可以投票 大家好 我是潘波 聊孤独啊 好 我们把气氛 孤独一点 其实聊孤独我觉得 想了很久这个主题 我觉得人 最大的孤独 其实就在于 周围人对你的不理解 给大家讲一个 我特别孤独的故事吧 我最开始 刚刚做程序员的时候 刚刚工作嘛 其实上手特别慢 挫败感很强 当时我们整个组 解决bug的速度 还没有我一个人 制造bug的速度快 我在我们小组的代号 就是bug 同时还安慰我 说你这个就是名字 不吉利 你看你啊 伯哥 伯哥 bug 你说你是不是一出声 就输在起跑线上 后来我们一度 我们领导给我们 布置任务全都是这样 小张 你这个月 就开发一点新的功能 小李呢 你把上个月 庞博写的bug都修一修 小王你得帮助一下小李 他一个人冷得累死 然后庞博 你把这两本书 好好读一读 我当时就很难受嘛 我就是跟领导说 哎呀 我真的可以的 他说确实你可以 你可以停一停 你停一停 也许我们就可以了 确实就是很难受 很挫败 我当时就觉得 自己的眼泪 已经到太阳穴了 你知道吗 马上就要喷泊而出了 我当时都怀疑 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不是就是因为 我脑袋里充满了泪水 我觉得这就是 一个人最大的孤独 别人没有办法 理解我的难过 我当时特别羡慕小朋友 你知道 你知道小朋友 是可以放肆地 表达自己的情绪的 比如在火车上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 不开心 他能哭得让 整个车厢人都知道 甚至能带动车厢里 其他小朋友一起哭 整个车厢 人越年轻 越热泪盈眶 但我不行 我不行 我是一个成年人 成年人是没有 可以一个放声大哭的地方 我当时只能躲进 公司厕所的一个隔间里面 但是你知道公司的厕所 就是大家唯一能自由 享受快乐的一个小角落 我刚刚坐进我的隔间里 两边就传来 全军出击 你的牌打得也太好了 我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我就在那蹲着 然后这样 这样啜气了一下 旁边的人还嘀咕 哎呀 一看就是年轻人 别难过 以后饮食均衡就好了 别人不理解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你 我就只能 坐在那 坐在马桶上 我也不敢哭出声来 我就让我的眼泪这样 滴在我的腿上 这样 然后从厕所走出来之后 同事还问我 说你怎么回事 我说没事 就是有点心情不好 没事的 什么没事 你上个厕所 你弄了一裤子 特别崩溃 当时 特别难过 我就整个情绪都很崩溃 回家路上 我就想啊 我怎么样 我一定要发泄一下 我就走进了一家KTV 我就随便点了一首歌 我就开始唱 过了一会儿 一个服务员 小哥就走进来 打开门 我们四目相对 很尴尬 他说哥 没事就是 保安让我来看看 他说监控里 看着不太对劲 说 说开业好几年了 头回见到有人 唱个洗刷刷 唱得这么动真感情 他说哥 你别着急 我理解你 我也理解你 我也特别喜欢大张伟 你说他原来 多么朋克的一个人 现在就唱这种破歌 我听了我也难受 我都懂 我说不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不懂 我是工作上不顺利 我工作上难受 他说哥 我懂 工作嘛 你看我每天在这工作 我就是在这个KTV 我就看到大张伟 唱这些破歌 你说 你说我多难受 我懂你 我说兄弟 你不懂 你不懂 你只懂大张伟 这就是我当时 刚刚工作的时候 遇到bug的故事 然后现在 其实生活里面 还是会遇到bug 但是 其实我已经不会因为 生活里的bug 而崩溃了 因为之前遇到bug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 去解决嘛 现在好了 讲脱口秀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听 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给你们讲一下 关于孤独这个主题 我写的第一个段子吧 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孤独的动物 是什么吗 是龙利鱼 因为它是 龙利鱼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在想 对吧 你跟王建国学坏了 但是更懂行的朋友会说 这其实是20年前 吴宗献老师就早就这么玩了 不过冷静一点的朋友 就会制止我们 这么个破玩意儿 你就不用用这么多喜剧理论 来回分析了 确实不用分析 但是龙利鱼就是 我写脱口秀时 写出来的bug 不过我说出来 我就不觉得孤独了 也不会因为一个bug 再弄一裤子了 谢谢大家 我是龙博 谢谢龙博 喜欢龙博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大家好 我是龙博 好 哇 这上面还有梁海元的手汗 我的天 大家好 今天聊的一个话题是选择 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 其实反而是选择太多 那么就有时候打开手机 朋友圈 微博 几十个APP 什么每个人顶着一个小红点 每个都想看 那万一一点开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然后突然翻燃醒悟 两个小时了 好快 不可能吧 今天是不是只有22个小时啊 我甚至有的时候 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很紧张 待着待着就要把手机掏出来 左滑一下 右滑一下 长出一口气 如释重负 再把手机塞回去 什么都不干 就是左滑一下 右滑一下 看看 看看我手机里这些APP 是不是都还在 我觉得手机的拍照功能也是 我们现在看到什么都想拍下来 拍完了就什么也不看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 是在摧毁我们 对很多事情的感受 你想一千多年前 李白去爬庐山看瀑布 壮观 想一想 写 飞流直下三千尺 仪式银河 落九天 我也去过庐山 我也见过瀑布 庄管 拍个照片吧 发到我的家庭群 是吧 旁旁一家金 看啊 庐山瀑布 我爸给我发一个这个 我给他回一个这个 发个朋友圈吧 配个什么文字好呢 查查李白怎么说 落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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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李白有文化 查送 成功 壮观 您这瀑布真大 有没有人给我点赞呢 我觉得李白也就是沾了 没有智能手机的光 才能成为李白 不然他可能看到庐山瀑布 也就拍个照片 加一个事先的水印 然后发给杜甫 杜甫给他发一个这个 他回他一个这个 而且 手机现在还有一个 特别可恨的功能 叫屏幕使用时间报告 就是精确地统计了 这一天里 你花在每个软件上的时间 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功能 真正的名字应该改成 来看一看吧 你这一天天的时间 都浪费在哪儿的 而且我发现 自从发现这个功能之后 我每天还要多浪费 五分钟在这个功能上 就看 哎呀 微信百分之十六 微博百分之十二 我都要算算加起来 是不是百分之百啊 我觉得现在手机里 提供的选择 就是太多了 让我们很难保持注意力 刚刚李淡说 就前几天 上了一次热搜 对我来说 是一件其实很难得的事情 我很激动 我一整天晚上 就一直在这刷手机 看着自己 在热搜榜上 从25到33到49 然后目送自己离去 特别的关注 无比关注 但是你无可奈何 无能为力 我就刷了一晚上 感觉我的手机越来越热 但我越来越凉 但是 我发现 即便是 就是很难得一次 上热搜 这样一个机会 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也很难保持专注 本来我就是认真的 在那儿看热搜 突然发现 热搜旁边 有一条新闻 标题是 科学家发现 惊天大秘密 喜马拉雅山里面 竟然是空的 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很好奇 很难不点进去 一点进去全是这种的 是吧 孙悟空为什么唯独 没有把人参果 分给白龙马 背后原因 惊悚而温馨 毛不易出道前 竟然做过这种职业 当众揭穿之后 不禁满脸通红 全是这种新闻 就一条小点 根本停不下来 我看了俩小时 我脑子里全是问号 孙悟空到底怎么回事啊 孙悟空取经之前 到底做个什么职业啊 孙悟空不是压在 喜马拉雅山下面的吗 喜马拉雅山怎么就空了 孙悟空跑了吗 还是全球变暖了 我干嘛呢 我要看什么了 我知道搜呢 全球都变暖了 怎么就火凉了呀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 你已经走得太远 却忘记了 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甚至有点羡慕 我奶奶的生活状态 我奶奶今年已经 八十多岁了 她从来没有使用过手机 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过手机 坐机电话之后出现的 那些所有的电子产品 对她来说一样先进 一样神秘 智能手机 小灵通BB机 全都一样 离得远远 都不是怕辐射 就是怕漏电 她甚至不是完全清楚 我现在是在做什么 她一直以为 我在电视台工作 但是她还挺为我开心的 因为她觉得 我在我们单位 混得还不错 她能看到吗 我们单位 每年要开两次大会 上半年是脱口球大会 下半年是吐槽大会 她一看是吧 你看我孙子 还能作为员工代表 上台发言 应该是还挺受领导器重的 但是 当然我也知道 我说归说 羡慕归羡慕 你让我回去 过像我奶奶一样的生活 我也做不到 甚至现在很多朋友 就是在手机上 看我现在这段表演 我也很矛盾 是吧 我劝你继续看吧 我前面就白说了 我劝你放下手机 我对不起自己 你们自己选吧 不管怎么样 怎么选都不错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今天我们脱口秀 有一个主题 叫孝时生活的解药 其实最近发生了一件故事 让我特别认同这句话 是前一阵 我收到一条微博私信 那个朋友跟我说 他的哥哥去年因为意外 现在是一个植物人的 一个状态 就是对周围的事情 都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他哥哥现在会笑 你跟他讲笑话 你跟他讲周围好笑的事情 他会笑 而且他看喜剧也会笑 第一个让他哥哥 笑出来的喜剧人 是郭德纲老师 我是第二个 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 第一反应就是 我也太厉害了吧 对吧 我这简直 医学跟喜剧上的双重奇迹 什么笑事生活的解药 我觉得我才是 你想郭老师第一 我第二 我要笑比于谦老师还好 而且就可能出于职业习惯 我当时脑海里 下意识地很快 想了好几个调侃植物人 特别过分的笑话 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 觉得自己又好笑 又不是人 我觉得当时 我跟李诞没有什么区别 是一个禽兽不如的 起居大师 但我觉得 其实杜国轩演员就是这样 我们经常互相调侃 我们有时候互相说话 这件更过分 我们前面有一位选手 叫网路 你们知道吧 他的手 天生可能有一些小的问题 有一次在一个微信群里面 网路给我们发了一个 抱拳的表情包 我特别嘴欠接了一句 好想看网路亲手 做这个表情包 然后当时整个微信群 沉默了三分钟 然后大家开始疯狂刷屏 啊 庞博 你怎么能这样对网路 你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甚至有人 只看到了前面的刷屏 没有看到再之前的话 以为是我欺骗了 网路的感情 然后我就赶紧 跟网路私聊 跟他道歉 他说没事吧 讲脱口臭嘛 你说这个算啥 我自己说的 比你说的过分多了 你说的那个跟我比 你还是差一手 但是这个朋友不一样 这个朋友不一样 我们也不认识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其实特别小心翼翼 我反而不敢去问太多 关于他哥哥的事情 因为我担心 我不经意间就可能 说个笑话或者什么 就会冒犯到他 伤害到他 我跟他反而谈了很多 他的生活 他跟我讲 他给他的家人 推荐了我们的节目 现在他们全家人 都会一起看 我们的脱口球大会 甚至包括他85岁的姥姥 也会跟我们一起看 姥姥最喜欢的就是斯文 说这个姑娘 个儿虽然不高 讲话还挺有意思的 我说那我呢 他说姥姥觉得 好像你不是特别好笑 每次挺想快进的 我说没事没事 网上都这么说 我说我就是一个流量明星 没什么 我说姥姥有没有觉得 我们这里边有演员好看 他说Rock还可以 姥姥的品位真的 跟无心差不多 我们就聊了挺多的 聊了挺多的事情 包括他写论文的压力 他毕业之后会去做什么 我也邀请他跟他的家人 说你可以来剧场 看我们的演出 他说好啊 但是你知道我哥哥这个情况 也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 我突然就意识到 他反而是那个 比我更豁达更开朗的人 然后我就试探性地问他 我说有没有可能 我在节目里 就讲你们的故事 他说当然可以啊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你 特别希望能听到这个故事 姥姥没有特别喜欢 但是还是可以 没问题 我说但是我还是挺担心的 因为我是讲笑话的嘛 我就会调侃 会什么 你真的能接受吗 会不会伤害到你 他说只要好笑就不会啊 我说我还是会有点担心 他说难道你不试一试吗 讲脱口秀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就说到最后 是这个朋友在鼓励我 所以最后我就 鼓足勇气 给这个朋友讲了一个 关于他哥哥的笑话 一个非常过分的笑话 我当时觉得如果他生气 他难过 他去微博上曝光我 我觉得这都合情合理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就 我就甚至跟他说 这个过分的笑话 其实是李诞写的 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我跟李诞讲 微博上有一个朋友 给我发私信 说他的哥哥是植物人 对周围的很多事情 都没有反应 但是他会笑 他看到我的表演 他会笑 李诞说真的吗 太棒了 植物人 太棒了 他笑起来应该 像花儿一样吧 我现在讲完都觉得挺过分的 但是他跟我说 很好笑啊 没有觉得特别冒犯 而且李诞说的特别对 我哥笑起来 就是像花儿一样 我当时就意识到 确实 需要就是生活的解缘 大家好 我是邦波 我觉得这个赛制也太残酷了 一上来就淘汰一半人 咱们行业还剩多少人 经得起这么淘汰的 我觉得就是李诞去了两年 七八说 把这边最糟粕的东西 全给我们学会来了 真的太残酷了 当时导演最开始 通知我这个赛制的时候 我还很天真是吧 我在那问 我说 我这个第一年 我就是冠军 我也要从这么残酷 这么初级的环节开始吗 是吧 导演递给我一张报名表 当然我也能理解这个设置 我能理解节目组的苦心 我知道现在 喜剧节目特别难做 我发现综艺节目 其实有个规律 就是你别说自己是喜剧节目 你就句好笑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那个什么 蛋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知道 完了完了完了 今年咱们完了 咱们 咱们不可能比那个东西好笑了 我当时就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 脱口球大会 肯定要增加一些 诡异的环节了 什么让我们PK淘汰 什么让我们蒙着面 讲脱口球 让你们猜我们是谁 但是我非常能理解 为什么有这种设置 因为我知道 电视节目的观众 他就喜欢看这些东西 喜欢看这些PK 什么丝 让我们勾心斗角 我也是这样 我也不喜欢看才艺 我就喜欢看那些 什么晋级淘汰 谁淘汰的时候 谁哭了 谁淘汰的时候 所以偷偷笑了 我觉得那种暴露人性的东西 太好看了 这个道理其实特别简单 你想 马戏团小狗算算数 好看吧 再好看 它也没有路边俩 给我打架好看 何况我们还是 50只狗打裙架 我今天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都能想象这一轮 什么情况最好看 就是突然成都要PK两海元 为啥我要PK两海元 两位老师不太认识他们 其实这个地方很爆的 可以考虑着情拍灯 这个给了 这个是吗 不是 你仔细想一下这个环节 就好看到什么程度 是吧 程度啪一下就要挑战两海元 是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咱俩就泥死我活吧 对不对 谁赢了谁能留下来 谁赢了谁以后 就是公司唯一的首席编剧 是吧 谁赢了斯文归谁 好不好 我就觉得成熟的节目 这会就有一个 特别缺德的特写镜头 打到斯文脸上 我怎么办 怎么办 斯文焦急的那个样子 就像一个产房外 等待生产的父亲一样 然后一个话外音道的 现在情况紧急 您保大还是保小 斯文在那儿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一个是老公 一个不是老公 怎么办 我觉得啊 一个成熟的剪辑 这会儿就会 巴一刀剪断 然后让你请看下集 把这个悬念留到下一集 下集预告的 难听的标题 我都选好了 海陆CP当场翻脸 脱口秀大会 再无梁思成 我不恶心 太恶心了 就是说完我都想看 你们一会儿 真的考虑一下 我觉得把这一点 体现到最极致的 就是把这种观众的心理 揣摩得最透的 就是最近有个节目 特别火 叫乘风破浪的姐姐 都很期待那个节目 对不对 这姐姐乘风破浪 上岸了 特别简了 我觉得都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但是我要说句实话 我完全不期待 这些姐姐们 唱歌 跳舞 成团 我就期待姐姐们 哪天撕起来 乘风破浪的姐姐 我只期待 风跟浪两个字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节目组肯定也是 不怀好意 你看他请的这个 嘉宾名单 是吧 张雨琪 一能静 宁静 没有一个是善茬 是吧 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单 我的 这 吐槽大会为期 只敢请一个人啊 我相信这个节目 上线之后 肯定是爆款 万人空相 每个人都会去看 但我也相信 每个人看的时候 都是忍着是吧 快禁掉那些 唱歌 跳舞的环节 就等着突然有一天 一个姐姐 薅住了完 一个姐姐的头发 老娘早就看不惯 你这个蓬松的头发了 你现在这个男朋友 是不是我前男友来着 电视机前的观众 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在那儿 哇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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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们终于开始 乘风破浪了 真的 我们所有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心态都很矛盾 我跟你们说实话 因为我们这些演员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实在是不想面对 这个你死我活的竞争 但是我又还要说一句实话 就是我们也不是 那么好的朋友 所以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肯定会暴露很多 我们真实的小人物的 那人性的阴暗面 所以我真的特别矛盾 我为什么在这儿 光光光非常生气地 吐槽了半天这个赛制 我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想逗笑大家 希望大家能投我一票 我也非常矛盾 我对这个晋级的渴望 跟我对这个赛制 大家好 我是黄博 首先这就是来票 气质 碰头层 人挺多啊 今天聊这个社交 其实我是一个 不太擅长跟别人打交道的人 因为我不爱喝酒 我其实本来以为 不爱喝酒根本算不上 什么缺点 直到我加入了这个公司 我真的 我见了太多这些同事们之后 喝多了之后 那些惨状了 成禄 喝多了之后拉着我 全文背诵 手把手叫你玩脱口秀 而且我本来以为 这就是最难堪的了 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道理 如果 你是一个酒桌上 唯一没有喝醉的人 那么很有可能 你才是那个最难堪的人 想明白这个道理 是第一季脱口秀大会 结束庆宫宴的时候 我看着他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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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倒下去 烂醉如泥 我清醒的像那个桌上的屈原一样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李大明明已经喝多了 突然站起来对着我 来 朋友们 朋友们 来来来 来 举杯 来 成禄 别杯了 来 举杯 来 然后所有人对着我 来 我们敬大王一杯 那是本王职业生涯里最尴尬的时刻 那天晚上李大就这么搂着我 跟我们所有的演员规划了很多 脱口秀将来 光明前景 美好未来 我脑子里就只有七个字 邪天子以令诸侯 但是这一点 我跟我爸其实完全不同 他是一个非常擅长跟人交朋友的人 而且他抽烟喝酒两项全能 是我们河北宝丁地区中老年族 有名的交际画 他有一个歪理邪说 就是你想 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 喝点酒其实没什么 喝酒几乎已经算是 最健康的不良嗜好了 除了伤身体 全是优点 迅速拉近你跟陌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而且是越伤身体拉得越近 经常见到酒桌上 一个干硬化 一个胆结石 喝到最后开开心心 成了肝胆相招的好兄弟 我爸给我推销过他这套理论 我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爸说 我要传授给你一个职场必胜的小法宝 说完从他的柜子里 掏出来一瓶 他珍藏多年的老白杆 我上网看了 你们公司李总喜欢这个东西 我当时就是哭笑不得 我说你根本不懂我们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根本不这样交朋友 我们年轻人不巴结领导 而且就是那玩意他是单总 他不是李总 我后来 我后来把这个事啊 原原本本当笑话 讲给过李诞厅 他说 确实 年轻人确实不太这样 但是老白杆他是无辜的呀 叔叔虽然不懂年轻人 但是叔叔懂李总 我很难接受他们 酒桌上那种 虚假的那种交流的氛围 虚假里又透着真诚 真诚里又透着虚假 我参加过我爸一个酒局 就有一个叔叔突然喝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凑过来 然后搂着我 帮补 叔叔今天跟你说几句 心里话 我说叔叔这是我的心 你轻一点好不好 废话 我说叔叔跟你说 你爸这个人 这个 这个 特别好 叔叔跟那种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什么话我都爱跟你爸说 我跟我老婆都没有这么多话说 我当时心情很复杂 我有一种我爸破坏了别人家庭的感觉 我小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其实 其实小时候不懂事嘛 我很崇拜我父亲 我觉得他做什么事都是对的 抽烟喝酒也很酷 小时候他在家里边抽烟 我还给他打掩护是吧 我妈一回家说 家里这么有烟味啊 我说 家里没有人抽烟 是早上家里着火了 小的时候真的不懂事 我们还 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还去偷他的烟抽 我就是也不敢多偷 几个小朋友一起 偷了一根烟 纠成几节分着抽 我分到的还是 过滤嘴的那一节 点了五分钟也点不着 看到我的小伙伴 呛得死聚火来 烟也没有什么劲啊 我果然是我爸的儿子 但是长大了之后就懂了嘛 长大了之后 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抽烟喝酒都不好 我其实一直在劝我爸 戒烟戒酒 我很正经地跟他谈 我说你看我 我也三十多岁了 我也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我不是活得也挺好的 他说 那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父亲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 你还没有经历过 我经历过的那些事情 你没有经历过 自己是家族里面 唯一一个从农村 考到城市来的大学生 你也没有经历过 自己高考失败 好几次才考上 你没有经历过 自己的妻子得重病 你也没有经历过 看到自己的父母 真的一天一天变老 走不动路 你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生啊 有时候是需要抽点烟 喝点酒的 我当时还挺触动的 我就说 我就问他 我说 那你抽烟也三十多年了 那最开始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你开始抽第一根烟的呢 我爸跟我说 就是因为有了你啊 他说他现在已经快六十岁了 人生中已经没有太多难题 需要去克服 需要去跨越了 我说挺好的 现在正好一个契机 要不戒烟了吧 他说哦不对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 还没有抱上孙子 哎呀你看这个难题 我自己也解决不了 好苦闷 我去抽一根烟休息一下 所以现在戒烟已经变成 我爸手中一个筹码了 我们两个已经开始博弈了 就是我劝他戒烟 他说啊 那你生孩子了我就戒烟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 没有逻辑对不对 吸烟也坏健康 吸烟相当于慢性自杀 你不知道吗 他说哦 你也知道吸烟也坏健康啊 那你还不抓紧时间要小孩 你就忍心看着爸爸在这儿 一天天的不健康下去嘛 所以我都能预感到 按照我爸这个说法 我们父子之间这个故事 会是怎么样一个结局 就是将来有一天 我有了小孩 他就会戒烟 而我就会开始抽烟 就我们这个家族里 就永远有且只有一个父亲 在抽一根永不熄灭的香烟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 关生孩子叫延续香火 当然啊 即便有了小孩呢 我还是不会抽烟的 毕竟如果真的做了父亲 我觉得还是要比自己的父亲 做得好一点 香火可以延续 香烟就不必了 谢谢大家 我是邦博 谢谢唐博 没灯啊 真的没有灯吗 我没灯 就差一票 我太刺激了 不过我已经顾不上这种人 我们组竞争也很激烈 我们组这三个人 你们都知道是谁了对吧 就是我小慧Rock 我分到这个组的时候 我发现也很巧 就我们三个啊 这个人生状态正好是 已婚 未婚 离婚 公司最近离婚的朋友有点多 必须得说清楚是谁 很巧就是只有我需要面临 这个生孩子这种人生问题 但我其实对于这个 生孩子这件事是颇有疑虑的 这跟家庭背景有关系 我老家在农村 我一直都觉得是因为 我们大家没有商量好 生孩子的时间 把我们所有人生的辈分特别乱 我在老家已经是当爷爷的人了 我有一个十岁的孙子 关键是我还有一个九岁的爷爷 就这两个小朋友吧 好巧不巧 还是我们节目的粉丝 每次看见我特别开心 尤其是我爷爷 每次看到我都说 特别喜欢你们节目 每期都看 但是我听起来那感觉就是 孙子干得不错啊 那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照了一张相 就是我什么 我爷爷 我孙子 我们在一起这样照了一张相 我妈给我们拍照 拍完之后 她发朋友圈 特别开心 配的文字是 看 武士同堂 而且我觉得 有了孩子之后 其实意味着很多的责任 第一项就是 你要给他起个名字 我觉得给孩子起名字 这件事啊 是一件 不论你怎么怎么慎重 都没有用的事 因为你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 当年我刚出生的时候 我爸妈就非常慎重 给我准备了 好多好多的名字 经过层层筛选 各种淘汰 各种待定 跟我们节目一样啊 最后突出重围 闯进决赛的两个名字 是庞博和庞龙 我现在充分理解 什么叫蝴蝶效应 就是父母当年一个不小心 我的代表作 就是两只蝴蝶 不太急 我觉得这就是 小朋友会面临的困境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决定不了 这个世界就是成年人 所定义的一个世界 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 感触特别深 他说 4月30号这一天 是国际不打小孩日 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成年人 以自我为重心 达到顶点之后 能起出来的破名字 你说小朋友 看到这个名字 他怎么想 什么 就只有今天一天 不被打骂 我觉得如果我是小朋友 我宁愿4月30号这一天 是国际打小孩日 咱们就今天好不好 你就今天你就打我 你就把我往死里打 好不好 就非成年人保护 把我放弃了 因为我们都当过小孩 我觉得挨打并不可怕 更可怕的是那种 即将被挨打的那种 未知的恐惧 你想4月30号是 国际不打小孩日 你让这些小朋友 怎么度过这一天 晚上的12点 所有小朋友是吧 藏在被子里 看着墙上的钟 家长推门进来了 儿子 国际不打小孩日 过去了 劳动节来了 好 终于打开一个 有灯有灯有灯 有灯有灯 大老师您看我干干吗 你要看啊 你看 没有站着啊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 真的竞争太激烈了 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神童 你们看新闻了吗 就最近有个小女孩神童 十几岁 一天能写几千首诗 这是我见过 最废回车的神童 我觉得他们家 对待诗的这个标准 得有多低 是不是 是不是他每天在家 哎呀爸我饿了 好吃 好吃 不是咱们晚上到底是什么 两手了 两手了 而且还有一个小男孩也是 就屡历特别的吓人 什么两岁就开始爬山 对 五岁 五岁学会了开飞机 七岁的时候 穿越罗布泊无人区三次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一直在想 孩子 三次 你穿过去 又穿回来 又穿过去 神童都不需要回家吗 而且最厉害的 我看到的还是一个小学生 已经在家长的帮助下 开始攻克癌症了 太厉害了 我小学的时候 连癌症这个癌字 都没有成功的攻克下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他比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弱智 我觉得这种新闻看多了 其实说句实话 我的内心是担忧 甚至是愧疚 就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将来做了家长 我很难面对我的孩子 你想象一下 我很难想象我的孩子 以后都是这样的同学 是吧 我的孩子如果回了家之后 用天真的眼神看着 哎呀 爸爸 爸爸 我同中 明天就要开始搞科隆人了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 开始搞科研呀 老师说这学期 再没有诺贝尔奖 就上不了重点高中了 不是 你看看别人家的爸爸 帮孩子发论文 写专利 你说你会干啥 明天到晚就会教我讲笑话 你还不是叫旁龙呢 你还能给我写两首歌 你说你这个特红作 是吧 你就会帮我给同学起外号 人家研究个科隆人 你管人家叫小隆人 不是 爸 我跟你说 就是 就我跟你说 我每天在学校这种生活 我就只能给我这些 未来的科学家同学们 传播快乐 爸 我现在 我现在在学校 我除了快乐 我又所有 这个情绪顶上去了 对 已经用情绪顶了 真的挺难的 我就想 我就想如果将来我有了孩子 你们说对于孩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肯定是拥有一个 快快乐乐的童年嘛 但是你说 功课癌症 跟给同学起外号 到底哪件事更快乐呢 那肯定还是 功课癌症更快乐嘛 对吧 但是我觉得功课癌症 这种快乐 并不是每个孩子 都有机会能享受到的 如果我将来的孩子 只能享受到 是吧 给朋友起外号 这种简简单单 甚至弱智的快乐 我觉得也挺好的 毕竟他只要快乐起来 就没有那么容易得癌症 是吧 谢谢大家 我通过 你带谁没开灯呢 大家好 我是黄泊 今天的主题 请别遗憾离场 我觉得不可能 只要是离场 就必然有遗憾 人都是过了自己的 那个人生巅峰之后 才能意识到 过去了 就过去了嘛 就刚刚那个小土坡 就是我人生巅峰了嘛 都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人都是随着自己的 年岁增长 就会渐渐地 开始走下坡路 最明显的就是自制力 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没有人能专心工作 就电脑屏幕 有这么大 但是那个小屏幕上 在发生一些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 我也是 我原来工作的时候 还用过那种管理时间 提升效率的方法 什么番茄工作法 就每半个小时 工作25分钟 然后休息5分钟 还定个闹钟 一点用都没有 那个闹钟 渐渐最后就变成 我每工作5分钟 就要休息25分钟 但我一看 我周围同事也都是 这个德性是吧 我也就心安理得 我就原谅自己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现代人的一种 新型的工作方法 小番茄工作法 但是还是焦虑嘛 就是没办法 你摸鱼越摸越焦虑 我对抗焦虑的方法 就是我最近开始锻炼 开始跑步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也是工作了几年之后 突然就开始跑步 如果有这个症状 一定要小心 这就说明你的人生 开始走下坡路了 因为下坡路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走着走着就跑起来了 下坡路都不行 下坡路跑起来也没想 下坡路是要鼓掌的 那种好笑 而且我跑步 是那个典型的中年人跑法 就啥也没干 就是先花钱请个教练 什么买装备 什么筋膜枪戴三粉 就是到了我这个岁数 大家都知道了 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努力 只相信资本的力量 心诚则灵 我跟我那个教练 第一次见面 我就知道我俩不是一种人 他就是二十多岁 短裤背心清清爽爽的 我从下道上裹满了 护怀 护膝 护腰 护肘 护腕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感觉自己像是刚碎成几节 粘起来的 我那个教练还挺幽默 说 哥 咱们这个课一共才八小节 你自己就有五六节 而且我们第一次去 他要评估我的身体状况 我教练 专专业运动员 跑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 两小时三十四分钟 只比世界纪录慢半个小时 我跑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 2.5公里 他其实后面 观众慢慢地进入之后就好了 但我这个人的优点 是我毅力很强 第一天我就跟着他 完成了所有的训练项目 就是他练啥 我练啥 只不过是就是 比如平板支撑 他是撑三分钟 然后休息三十秒 我呢 是撑三十秒 然后休息三分钟 很熟悉的一个模式 圣女果锻炼法 当然我觉得锻炼这个事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效果立竿见影 第二天我就能感觉到 自己不一样了 我感觉我要死了 我刚睡醒 我的脑子说 来来来 我们准备迎接新的一天吧 我身体说等一下 我不同意 我有很多部位 真的已经六七年 都没有锻炼过了 它都不是酸疼 它是震惊 是错愕 你知道吗 就我刚要抬腿 我的腿说 干什么 不要动 不要碰我 你昨天干什么 心里没有数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脖子特别疼 我的脖子比我脚脖子都疼 真的 我还在想 这就是我昨天唯一 没有带护具的部位啊 问我教练为什么 他说 这个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长期缺乏锻炼 什么腰上腿上 已经一点劲都没有了 但是你这个人吧 就特别的坚强 所以你跑到后边都是 首先就拉伤了脖子 很悲哀 我这个岁数跑步 操作跟不上意识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 突然要去锻炼吗 我就是想 为今年的脖子球大会 就是储备一点体能 你们也看到了 像蒙恩这样的新人 又多又强 我对自己已经 没有什么奇怪的要求了 我能熬死我那几个老朋友 就不错了 你们也看到了 我差不多 我快成功了 真的 新人都太猛了 太猛了 我们有个演员叫豆豆 你们知道吗 不要表现得这么兴奋的样子 现在豆豆每次出场 都特别有气势 我给你们学一下 一脚踢出来 全都是这样 哎呀 像陈真一样 我感觉我现在 已经做不了这个动作了 这我每次在后台 看他出场 我就感觉他光一脚 就把脱口秀的大门踢开了 而我恰好就站在门后面 当然我也不难过 是吧 我看了一眼 另外一扇大门 后边站着王建国 建国看了我一眼说 现在的年轻人 也太不懂礼貌了 上次杨丽来的时候 还知道先敲敲门呢 很讽刺 很讽刺 我当初最开始 为什么会来讲脱口秀呢 一方面我是 为了中国喜剧的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 说实话 说实话 我就是因为原来的工作 有点干不下去了 也是因为新人 年轻人又多又强 我说不知道为啥 当年我亲手面试 进公司的实习生 一转眼已经跟我评级了 我就趁他变成我领导之前 赶紧离职 当时还有前辈 当时还有前辈跟我说 说你现在也快三十了 你应该考虑考虑 这个转型做管理这件事了 我说我早就考虑好了呀 但是我管谁呢 我前辈说 这我就管不了了 只会知道你再不想办法 就是你实习生管你了 所以我个人的职场秘诀 就是只要你转行的速度足够快 年轻人就永远追不上你的脚步 打不过没有关系 你跑还不行吗 是吧 我已经开始练跑步了 出走断生 我归来仍是基层 所以我已经想想下一步 如果哪一天我这个 大家好 我是王波 准备好了吗 我要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你们四个该拍就拍啊 别往后等 后边不一定有 好不好 听人劝 哎 你劝吗 我听 听人劝 你看看哥们这人气 气人不气人 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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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思也特别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特围大会支持我们 不容易 不容易 很热的天气 更不容易的是我自己 是吧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特围大会了 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 还能在这个舞台上获得什么了 不像这些新演员 他们很多人就很直接 也很现实 只要淘汰掉了两个 我这样的老选手 下半年就能接到广告 当然啊 我觉得这么说 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尊重女性的 对吧 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是一个女演员夺冠 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女演员夺冠 如果是一个女演员夺冠了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女演员夺冠了 公司就没有一个男的能配得上他 我其实都不是很理解 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 课CP听到这些信息 就非常兴奋的样子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我现在都不太理解 剧本啥我就不太理解 你们会玩剧本啥吗 会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玩剧本啥的朋友 你们平时是都没有工作吗 就不然为什么你们休闲娱乐的方式 是从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里 专门抽出几个小时 就是为了跟一群陌生人 开一下午的会 剧本啥也太像开会了吧 就是一进门 先给你一叠厚厚的材料 是吧 然后你看着看着 发现胳膊门已经开始互相丢锅了 而且最怕的就是跟同事玩 玩着玩着都分不清自己是谁 都急眼了 你听我说 那个项目确实是我搞黄的 但人真不是我杀的呀 我也不太理解年轻人的饮料 我现在连奶茶都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奶茶里 能放那么多东西 前几天我买了一杯奶茶 里面有糯米 燕麦 豆沙 芋泥 还有一整个的咸蛋黄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大哥 是怎么混进来的 是吧 我感觉我喝的时候 我喝的都不是奶茶 这就是一个兑了水的粽子 那我喝的一半是吧 噎得实在不行了 我开了一瓶八宝粥 往下顺了顺了 这款奶茶 这款奶茶的名字叫全家福 看到它那一刻 我全家都福了 不过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杯奶茶 给了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喝这杯奶茶的时候 我内心感觉到无比的安定 这杯奶茶 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是吧 就算当时地震了 我都不害怕 光凭这杯奶茶 我就能坚持好多天 救援队来了 我都会很大度 说你先去救后边那个单元 我不着急 我至少还能坚持三天 是吧 你看我刚喝完奶茶 包括买盲盒的朋友 喜欢买盲盒的朋友 我也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会喜欢买盲盒 盲盒不是摆明了骗人吗 我觉得盲盒不就是 小焕熊干脆面 是吧 他还干脆没有面 你想盲盒里卖的 一定是没有用的东西 对吧 因为真正的生活必需品 是不可能以盲盒的形式销售的 菜市场是永远不可能卖盲盒的 不然每天都会有人 在那个菜摊前 虔诚地祈祷 是吧 今天让我抽个蒜吧 哎呀 仨里的也没吃蒜了 哎呀 我觉得你只要小时候 上过那个小焕熊水火卡的当 现在就不应该吃盲盒的亏了 对吧 当时我为了收集一张送姜 我家里有二十多张李逵 你知道我拉开抽屉的时候 二十多个李逵 拎着四十多巴大腹 就这样看着我 是吧 我们的哥哥呢 我当时 虽然已经四灯了 但是我还是要展现 我全部的技术 我当时拉开那个抽屉 我就感觉像拉开了一个 宋江粉丝团一样 是吧 我们的哥哥呢 而且当时小时候还有传说 就是说 不同地方的面 里边的卡的分布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商家也很能用这个 制造焦虑 就是小卖部的老板 经常就悄悄跟我们说 我最近进了一批 不太一样的面 你要不要试一试 梁山好汉故乡 山东来的货 我听说都有人 开出孔子来了 我觉得盲盒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公平嘛 机智很不透明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买的是什么 我觉得真正的公平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你还这么卖 没有问题 但我付钱的时候 也用盲盒的形式付钱 就这几个红包里边 一块十块二十一百 你自己选 对吧 然后我们回家各自打开 你这个盲盒值多少钱 就看我们自己的手机 对不对 然后你一打开 然后你一打开说 你这个钱上印的头像 怎么是送姜啊 恭喜你 开到我的隐藏款 我觉得 大家都会对选择多 这件事被迷惑嘛 都觉得选择多是好事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比赛 我相信你们来看 是吧 电视机前的朋友来看 也像拆盲盒一样 在想今年这么多 新来的朋友 里面能开出几个宋姜呢 几个宋姜我不知道 但是肉眼都能看到 长得像李逵的 已经有好多了 是吧 所以朋友们 如果是为了省心 还是可以支持支持 我们这些老演员 我们就是明码标价 薄利多销 我今年的原则就是 只要有人看 我就一直演 则瘦就一直勾傲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宝 在后边听得我非常着急 王宝 第二年就不想比了 我都第四年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还有好多故事 没有讲给你们听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 说过的秘密 好吧 我是色弱 然后我跟很多朋友 讲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你们这种 根本不知道怎么 安慰我的眼神 看着我 是吧 不用好不好 没关系 不是你们的责任 好不好 然后有人看到我 反应很奇怪 说你是色弱 那你 那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你又不是变色聋 不用这么玩了 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都很了解 色弱色盲什么的 其实色弱跟色盲 都统称为色觉障碍 我是程度比较轻的 我就是有一些 黄色跟绿色分不太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大家在书上 学过的那个红绿色盲 它就是红色跟绿色分不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全色盲 就是看所有东西 都是黑白灰的 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是黑白都不分的 它就是一部分的 微博网友 其实我觉得 我们色弱色盲 还挺可爱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连电影里的 坏人都做不了 你们能想象 灭霸是色弱吗 就永远分不清 那些宝石 你知道 就互联都不用战斗 就在那等灭霸 崩溃就可以了 就灭霸在那 诶 毁灭呀 诶 毁灭呀 钢铁牙在边上抽着烟 怎么了 唱歌进不去办错 要不咱们简单点 咱们也别打了好不好 你就从我们这群人里 跳出来谁是绿巨人 就算你赢好不好 我是很小的时候 就发现了 当时我跟我爸在 下象棋 然后局势非常胶着 但是我那天走出了 出奇制胜的一招 当时在我爸看来呢 就是我用他的马 把他给僵死了 我爸当时都懵了 我说有三匹马的对手 好难战胜啊 而且我当时表现得 非常嚣张 你知道吗 我说来啊 我愚蠢的父亲 是吧 我爸说孩子完了 对吧 你想这孩子心里这么健康 生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然后他就带我去体检嘛 你们体检的时候 也看过那个色卡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环节 非常的荒谬 因为你们看一眼 就能看出来 你们不知道 其中有一页 我看起来是一头鹿 你们大部分正常的人 看起来是一匹马 所以就显得 不仅我不认识颜色 我还不认识马 我觉得还不如干脆一点 就正常人看到两个字 正常是吧 我看到一句话 哈哈哈哈 又得注意个色毛 而且色肉 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你比如说 我下各种棋的水平 就参词不起 我最厉害的是五子棋 你们大概也能想象 为什么 我下棋就主要看阶段 越到残局 我越厉害 跳棋就主要看人数 你知道吧 六个人下着跳棋 在我看来 跟体检没什么区别 吓着吓着我就会 大家先不要动啊 我好像今天看见马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给他拍 我其实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色弱 我现在已经32岁了 我已经是个老色弱了 但是我小的时候 很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害怕别人知道之后 大家会觉得 我跟大家不一样 而且你们知道 小朋友在最不懂事的时候 才伤害别人 是最直接 最残忍的 小学的时候 我体检查出来是色弱 我还没走回班里 班里已经在传 我是色盲了 我还在解释 我说色弱色盲不一样 隔壁班小朋友趴着窗 我说 你们班有色狼吗 而且小朋友 连安慰人都很伤人 还有人跟我说 没事没事 不要难过 我读过十万个 为什么 狗都是红绿色吗 但是你知道那些狗 每天过得多快乐吗 我说谢谢你啊 很少有你这么 通人性的朋友了 所以每次学校体检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就生怕周围人 发现我这个小的问题 生怕周围人看出来 我甚至一度 把啥色盲的那个本子 整个背了下来 这个方法呢 我是在百度色若巴里找到的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去过 我们贴吧 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我们色若巴跟借色巴 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故事 所以那次去体检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很紧张 因为我虽然背起来了 但我怕我背的不对 你知道吗 我怕我背错了 我非常担心 我走过去 我非常自信地说 我说大夫 麻 大夫说这一页是数字 我说大夫 马上我就能看出来 你不要催 所以非常的紧张 但是那天排队 排着排着队 我就不紧张了 因为我发现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大家都一样 因为那天我看见 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 在背势力表 最开始我还没发现 我以为只是一个 虔诚的基督徒 是吧 后来发现大哥 根本不是在祈祷 非常感谢他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虽然还是看不清颜色 但我觉得自己 更能看清自己了 谢谢大家 我是胖博 大家好 我是胖博 节目都看了 对不对 我这一季表现得还可以 对吧 怎么说呢 YYDS 比赛太激烈了 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特别讨厌这种 一对一的直接的battle 尤其是你知道 有一个心里看起来 就很阴暗的人 站在你背后的时候 真的太激烈了 我觉得这一轮 我必须要聊点 这个有劲的话题了 朋友们 我变了 我要聊聊男女话题了 好不好 今天就跟大家 好好聊聊我这个性别 聊聊男的 我发现男的真的很容易走神 就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老婆最近就经常抱怨我 我发现你最近 就经常不好好听我说话 我说 你说啥 你看看这视频 这袋鼠可太可爱了 男的就是会时不时 做一些这种 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不然你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只有男的走在路上 会突然间莫名其妙 就要投一个篮 还会有人什么 胯下运球 什么背后转身 然后什么转身上来 反正完整一整套 他手里有真的篮球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而且你知道就是 这种幼稚 其实是不分场合 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公司 开一个非常严肃的会 会议室后排一个大哥 环环狙击手 投了一个篮 关键是在场所有的男的 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甚至我们心照不宣 知道这个大哥球没投进 因为会议室另外一头 一个大哥呢 抢到了他投丢的篮板 还帮他补篮成功 最后两个人在那 我见过最荒诞的一个场景 那是一个婚礼 那个新郎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突然发现 周围的亲友 都没有在防守他吧 莫名其妙就投了一个篮 我当时就觉得 婚礼这么重要的地方 连虎服上的兄弟 应该都会隐隐 觉得不对劲吧 当然虎服上 肯定还会有兄弟说是吧 对啊 他投篮之前 怎么连个假动作都没有呢 所以我也觉得 难怪也是婚礼上 都是新娘扔捧花的 绝对不能让新郎扔捧花 新郎扔捧花 保不齐就会有人 跨下运球 什么假动作扔捧花 反正没有人能得到爱的祝福 而且总会有女生会问嘛 说每次男生这种 空气投篮的时候 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很惭愧啊 我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 做这个动作最频繁的人 我甚至因为空气投篮 把手扭伤过 但是作为空气投篮的专家 对吧 空气库里 我非常清楚 男生脑子里在想什么 很简单 其实就是什么也没想 因为男生也是人 我们只要想一下吧 也知道这个动作有多愚蠢 你们知道每次我把那个 隐形的篮球 举到头顶的时候 我就已经意识到 接下来的事情 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还能怎么办呢 把球收起来吗 这就走步了呀 我真的怀疑是吧 我怀疑我这个习惯 早晚有一天会害死我 就算有一天我临死之前 我躺在床上 举起手 也不会有人觉得 我有遗言要说 我的孙子只会在那儿 别动别动 爷爷好像要投篮了 爷爷至死是少年 男的就是这样 男的就是能自己 在自己的世界里 过得挺好的 就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比如说发型 其实真的没有男的 在意自己的发型 就算是那些 已经几乎没有头发 上了岁数 凸成这种地中海的人 他们最多 也只会留一个 全世界最欲盖弥彰的发型 就是我中间这个区域 确实已经不太行了 是吧 但我两侧的实力 仍然不容小觑 只要我轻轻一遮 就没有人能发现 我的秘密 我特别欣赏这个发型 我觉得它代表一种态度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敷衍 就是 I have no hair but I don't care 而且这个发型很神秘 有一种神秘的美感 你知道吗 就是每次就是 你远远看 你是不是以为我有头发 来来来来 surprise 所以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直发这件事 你知道 我们的人生中 是不会有人去直发的 我甚至从原理上 都没法理解它 你们知道直发的原理吗 直发原理很奇妙 它就是把你的 后面的头发 薅下来一些 然后插在你的额头上 然后治疗就完成了 这是我见过最拆东墙 补习墙的治疗手段 这就好比杨过去医院 然后医生说 杨先生 我们今天把你的左手 移植到右边 您就康复了 去跳绳吧 我觉得这也是 我后面这些头发 是吧 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怎么着 还有我出场的一天呢 从今天开始 人家就是刘海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难的就是 非常容易就沉浸在了 自己的世界里面 即便是我现在面临 很激烈的比赛 这么紧张的表演 我也要一直提醒自己 是吧 我才不会忘记 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经典有机 A2沉牛奶 自然原生 天生珍贵 希望我们的男同胞 都能少走神 不要忽视世界上 还有这么好的牛奶 也更不要忽视身边的朋友 谢谢大家 我是邦邦 大家好 我是邦邦 今天啊 想跟大家聊聊 我的婚姻 你们不要这么兴奋 显得你们参与了一样 好吗 今年已经是我结婚的 第七年了 我觉得这里可以挖一下 对吧 尤其在我们单位 显得格外难能可贵的 我们公司你们也了解 一年大概有一个名额 小心 小心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笑狗文化 加七年之痒 我就期待一个 负负得正的奇迹了 不过我觉得结婚 还是挺有意义的 结婚对我来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刚结婚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我经常半夜醒过来 就吓一跳 我去我旁边 怎么有个人呢 我老婆也是 有一次睡着睡着 叫光一拳给我早醒 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领略到 女拳的力量 她跟我道歉吧 她跟我道歉 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能理解 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 那个另外 你上次从床上掉下去 其实是我tread的 不结婚很多事 都不会知道的 我觉得不结婚 我也不会知道 女生化妆有多复杂 尤其是化眉毛 我观察我老婆化妆 这么多年 我觉得人类 长了两根眉毛 真的给女生 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就因为这一步啊 你是需要 把本来两个 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争取画到 还是一模一样 你看有一次 我老婆化眉毛 就化完之后 两边眉毛 一边高 一边低 那一整天 我看她 我感觉她对 所有事情 都格外的疑惑 但是 这个保持不住 但是你知道 当她真正疑惑的时候 她又显得非常兴奋呢 你要出差了吗 你这个不想见到我吗 但是我结婚前 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其实是我结婚之后 居然有一天 会需要去买卫生巾 其实这件事 很正常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的 我觉得互相帮助 就是成为伴侣的意义之一 但是那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常不知所措 跟你们现在一样 有一点紧张 甚至觉得非常羞耻 我走进超市的时候 那个感应门 自动打开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她都看出来 我要买什么了 我本来就想着 就是越快越好 我去了 抽一包就走 但是去了超市 我才发现 超市有吗 一整墙的卫生巾 我拿着我老婆 给我的照片 在那一个一个找 我像在参加 最强大脑一样 而且找到之后 我还是很不好意思 我定位好了之后 我就转过身 我等到我周围 都没有人的时候 我偷偷地抽出 这一包卫生巾 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想的 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我刚走了 没有几步 大概就是从这个 轻薄日用行 走到了夜用家常 然后就又 吓回跳啊 走了没有几步 就有五六个保安 围过来了是吧 我就赶紧掏出来 我说不是不是 我那个误会误会误会 磅礴 磅礴 就当时很矛盾 你知道 又希望被认出来 又不敢被认出来 是吧 我就说你们 你们安保还挺严格的 你们超市挺厉害的 他们说不是不是 平时抓小偷呢 两三个人也就够了 今天听说监控里 看见变态了 都想出来看一看 我后来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 恐惧源于未知 我对他完全不了解 我对他所有的了解 都来自于 电视上那个广告 但你们看过 卫生巾的广告 你们就知道是吧 根本看不明白 是什么东西的广告 刚开始有一个女孩 在那特别的萎名 然后她有一个姐妹 在那兴冲冲的 兴致勃勃的走过来 在她耳边 说了个娇娇话 然后她也兴奋起来了 我当时看完 我就说 这什么东西 兴奋机嘛 我感觉我每天上班 都需要来一包 这个东西 而且就算后来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的广告之后 我还是很难理解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在马路上 就这样吧 太奇怪了 你们知道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是吧 我上学的时候 离扣篮就差十公分 我一直怀疑 自己是没有买到 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这样 婚姻就是很奇妙的 婚姻就是很奇妙 我之所以 我觉得我的婚姻 能维持在一个 很不错的状态 是吧 除了同行的衬托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 在于我太太 在于我老婆 她是一个看问题 比我清楚很多的人 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 她就跟我 非常郑重其事地说 说庞博 你在外面将来 一定会遇到一些诱惑 但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只会有一个女人 是永远爱你 就是你妈 她真的很理智 比如她也追星 她也有自己的偶像 她非常喜欢理线 但是我也很费解 我说这种又高又帅的男明星 咱们自己家不是有吗 但是她真的很理智 一句话就说服了我 她说你放心 我跟她就是玩一玩 我很快就会喜欢上其他人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个典礼 当时我听说 李线也有可能会去 那天出门的时候呢 我老婆就很热情地 把我送到了门口 然后还在我这里亲了一下 我说你干什么 偷袭我 她说没什么没什么 你如果见到李线的话呢 替我把这个带给她 当然那天 李线没有来啊 是我的幸运啊 不然那天 也会有一队保安在那 快快快监控你 又看见变态了 真的婚姻 我觉得婚姻并不可怕 我也祝所有 没有结婚的 结了婚的 跟结过婚的朋友们 都好运好吧 也祝李线好运啊 千万不要被我抓到 谢谢大家 我是庞波 大家好 我是庞波 太开心了 脱口秀大会办了四季 终于有人生出孩子来了 太开心了 我现在真的百感交集 我是总决台唯一参加了四季 脱口秀大会的朋友 我在这个舞台上感觉到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变化 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审美的变迁 第一季的时候 不惭愧地说 长得帅是我的优势 大家看到我 这小伙子长挺精神 还会说话 哥们当时是吧 实力大花瓶 但我不知道这两年 发生了什么 就是大家的审美 就突然间开始 列齐了起来 就去年广志来的时候 大家还是 天哪 这是啥 今年至事 天哪 天哪 天外有天 还是好好死 好久了 你怎么还挂上故意了呢 你知道每次 尤其是智盛 从这个通道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观众就有一种 被枪指着一样 不得不孝的紧迫感 我第一次 我说这是什么喜剧原理 后来想明白了 暴力丑穴 真的 智盛跟我们太多压力了 连广志都开始焦虑了 广志有一天拉着我说 哥哥 就咱们这些帅哥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呀 然后智盛还在安慰我俩说 没事 这个长得帅 治不好 也就是说 他是一种矩症 我自己想 托个秀这几年 真的是短短几年 但是起起伏伏 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完蛋了 即便是后来演出开始恢复 情况开始好转 我们上台也要戴口罩 做核酸 当时就是情况 就是但凡有一个人 健康码黄了 整个行业就黄了 明明我们就是讲个笑话 干出一种刀尖舔血的感觉 每次上台 我看到观众 我都跟自己说 今天一定要好好演 因为我知道 台下做的是一群 为了快乐 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 后来也是 情况都在好转嘛 疫情也在缓解 然后脱口秀 也慢慢好了起来 一度我们的票都很难买 对吧 还有观众来问我 说我的票买不到 说质问我 你们是不是跟黄牛勾结 你们是不是把票 都卖给黄牛了 你这个演出 庞氏骗局 我个人真正体会到 脱口秀真的火了 是去年有一次演出 我发现 连王思聪都来看我们的演出了 我心想 连他都需要我们来给他提供快乐了吗 他是怎么抢到票的 那一天我真的很震惊 我上台前 我们的剧场工作人员才告诉我 他们跟我说 校长来看演出了 我说啊 谭永林来了吗 而且我会控制不住 有很多的那种胡思乱想 就是如果我今天演得特别好 他会不会收购这家公司 如果我演得特别好 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出去 如果我演得特别特别好 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走 然后收购这家公司 然后把这家公司送给我 你知道那天 那天他坐在我们剧场后排 大概这个方向的一个角落里 我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脱口秀演员了 当我那天回看我表演的录像 我发现平时 我是对着正前方演的 那天我稍微往这边偏了一点点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把我扭过来的 可能就是资本的力量 大家上学都学过经济学对吧 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你过来 而且我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摇摆 我都能看得出来 我在做一个职业脱口秀演员 跟做人的本能之间的摇摆 所以我有的时候铺垫 还是刻意冲着这边讲的 但我没有一个梗错过过 我那天的表演特别神奇 全都是 你们说徐志胜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喜剧原理呢 我想明白了 暴力宠学 那天李丹也在 那天晚上 是我2020年一整年 第一次看到李丹 火力全开 展示自己的搞笑天赋 我之前都会忘了 他是个脱口秀演员了 感谢那一天 让我想起来了 原来领校园也可以懂脱口秀的 我这个梗就得是都拍灯了才能讲 我这余光就一直在看 但我觉得能讲脱口秀真的是我们这群人的幸运 我仔细想过 没有脱口秀我们可能真的会饿死的 你想 我们这个讲笑话的破技能 我们在大街上连要饭都要不到 毕竟你们看到我们这么乐观 对吧 应该是没有人会可怜我们的 而且乞丐真的是太多才多艺了 我仔细想过 我们这群人如果真的去要饭 大概也就王勉能勉勉强强养活自己 对吧 行行好吧 因为我不想上班 所以我们一定会一直讲脱口秀的 能陪大家走过四季是我的幸运 大家愿意陪我走过四季 更是我的荣幸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庞博 最后一场了 我想用我这几年写过的一些段子 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大家好 我是庞博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教大毕业的 我是教大毕业的 因为我长得又高又帅 所以大家都叫我教大毕业生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色弱 这是一种绝症 但是我爸总觉得 这件事是你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 来改善自己的 所以当时我刚从医院确诊出来 我爸就带我去超市 给我买了一套144色的水彩笔 但当时我还是很感动 觉得我爸好爱我 一下给我买了12套12色的水彩笔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关心 色盲色弱到底能不能考驾照 其实按照规定来说 只要你能分清楚红绿灯 去专门的医院做体检就可以去考驾照 而且我的驾校教练曾经给了我很多的信心 他说你这个我见多了 没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 所有的红绿灯都是红灯在上面 绿灯在下面的 跟我念上灯停下灯行 有件事瞒了你们很多年了 我结婚了 过来人奉劝大家一件事情 结婚可以 千万不要随便拍婚纱照 放在家里真的太占地方了 处理起来又非常的麻烦 首先我也没有关系好到 能把婚纱照当礼物送的朋友 我也不能直接放在二手网站上卖掉 更不能直接扔垃圾桶 不然邻居看到就会说 他们公司也太灵了吧 你们应该还记得 我初中的时候跳过健美操 来一段是不可能了 真的 完全不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你应该只听说过健美先生 从来没有听说过健美操先生 对吧 而且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那已经是我一生中 运动量最大的时刻了 工作之后大家都没有什么时间锻炼了 我现在每天运动量最大的项目 就是吃健身餐 健身餐吃着也太费劲了 对吧 健身餐是我吃过的所有东西里 唯一配得上让我用咀嚼这个词的 我经常吃着吃着 就跟旁边的碎纸机共情了 你知道吗 嚼到最后我感觉我的咬鸡就在我的耳边 再这么嚼下去 我就是你全身最强壮的肌肉了 我觉得健身餐这么难吃 还卖得出去是吧 就是因为现在出门啃驴花袋还违法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是个程序员 真的 时间过得好快 我现在自己都快忘了自己当过程序员了 有一天我拉开我的衣柜 我说这些格子衬衫都是谁的 我都说程序员喜欢穿格子衬衫 但我觉得很片面 难道我们冬天就不是统一着装的了吗 程序员到了冬天特别喜欢穿冲锋衣 我也很费解 明明是世界上最不需要冲锋的职业 之前我们公司团建统一发的冲锋衣 两队在那比赛爬山 一边穿着蓝色的冲锋衣 一边穿着黄色的冲锋衣 旁边的游客都很疑惑 山上有这么好吃的外卖吗 如果你们熟悉我就会发现 这个段子又像是我写的 又不太像是我写的 因为这是第一季透口球大会的时候 我写的段子 而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作为一个透口球演员 写过的第一个段子 你们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 我是一个河北人 我们河北一直是一个 没有太多存在感的地方 我觉得这件事 媒体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新闻里提到河北 往往都是